中秋连续假期父母亲带着小朋友出去玩 没有想到发生了意外 位在新北市三重有一间私立停车场 昨天传出有小女童被铁门夹伤的意外 这名才十岁的小女童因为她的爸爸 把车开进停车场出不来 趁着爸爸专心联络业者的时候 小女童跑到铁门旁边玩耍 一个不小心右脚就被开启的铁门绞了进去 当场劈开肉战 发生意外的停车场地上血迹斑斑 看起来好吓人 因为家长的一时疏忽 造成十岁的小女童被遥控铁门给夹伤脚 鲜血直流 根据了解受伤的十岁女童傅小妹妹 前一天跟着爸妈利用中秋连假外出游玩 当时傅小妹的爸爸不小心把车子开入 三重中心北级的追逐四人停车场出不来 正当傅小妹的爸妈在联络停车场业者开铁门 却没有注意到傅小妹已经跑到铁门旁边去玩 没想到铁门突然开启 傅小妹的右脚就被铁门轮转卷入 当场劈开肉战 傅小妹妹的右脚因为被齿轮绞入 有严重的撕裂伤 拇指跟小指也已经变形被紧急送医 大人的一时疏忽 却让小孩身处险境 幸好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否则真的是后悔莫及 既有管理徐赵伟新辈士报道